一些小的海报我们也会陆续的去发布出来 那目前的话也是根据每个月的一些重要的节日呀 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热点 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跟产品相关的一些软植入的一些海报 还有一些产品上新的这些促销的海报 也会有在陆续输出 然后包括像金斗云呢 包括一些生态产品的一些案例的海报也会有做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有大量的这个电商的投放的一些素材 包括大搜的一些信息流落地的一些素材 这些慢慢也会打包整体的慢慢的陆续开放给伙伴来去复用 那视频类的话我们整个视频号的一些内容 大概可以分为一些品牌类的视频 因为可能跟伙伴的定位不太一样的话 我们同时也会去做一些品牌建设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是这种人物角色呀 包括这种产品功能的一些宣传片等等 片品牌类的一点 那产品类的话是说可能是产品一些大的这种合作 还有一些这种MG的一些动画等等 一些小的功能点也是在持续去做的 另外的固定去做的有一个IP的栏目叫才知道 这块的话也由鲍老师小莫姐 还有我们一些产品运营的同事一直在持续的输出 每个月大概会有四条左右 我们会根据最新的一些才税的一些热点 会去做一些深度的解读 那目前这个这类的视频的话 阅读量也是最高的 同时的话也是在做一些案例类的一些视频 今年的话也会持续在这方面去做一些发力 也会可能考虑做一些探电啊 稍微一些创新的一些形式 那另外的话一类的话是这种拼活动类的一些视频 今年的话我们也是针对线上的一些促销 开始去做一些拼信息流的一些视频 去做一些口播呀等等 对活动去做一个更大的一个讲解 然后同时的话可能后续也会有一些活动的 这种高光的这种魂简 那同时的话有一类是说在视频号去开展一些直播 然后把这个直播的一些视频给他录下来 然后后续可以在其他地方去做一些复用 那文章的话是可能大家平时也是关注会比较多的 我们几个公众号的话会持续去输出一些 这种科幻力啊 包括一些偏公司一些PR的一些东西 同时的话也会有一些热点类 包括一些产品实操和功能宣传的一些内容 那除了我们自己产出的这些原创内容之外呢 我们也在持续的跟外部的一些搭号 包括一些第三方机构去做一些合作 那后续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些行业内容 比方说一些白皮书啊 包括一些权威的政策资讯这块去多做一些突破 通过我们这个不同媒体账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 然后我们就发现会有一些比较相对高传播的一些内容 大概是这以下四类 比如说可能是用户比较关注的 第一类是这种财税的一个资讯 包括政策的一些热点 第二的话是重磅的一些产品 包括解决方案的一个发布 然后第三呢是客户案例 还有产品持操的一些内容 那第四个的话 才是我们自己发的一些经纪相关的一些资讯 那其实这个整个效果的话 也是会跟行业的一个调研结果一致的 因为有调查公司发现很多低端的一些媒体的话 它生产度的一些内容的话 就是说以这种解决用户痛点为导向的教育型的一个内容 其实阅读量会更高 可能会比你公司多发一些PR的一个内容 它能获得一些额外的一些自然流量 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拎出来的话 就是说也是希望大家后续能看到 这种前三类的一些内容的话 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去转发 它也有可能就能帮你带来一些新的线索 实现一些获客的功能 那这一页的话主要是强调 就是说内容营销的话 坚持去做的话 可能一开始的话是在品牌知名度 包括跟客户建立信任呀 然后教育受众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 然后需求和线索是后续的一个结果 我们首先是要先去转发 你先转发的话 它才会有后续的一个转化 如果没有转发的话 如果没有转发的话 可能这个转化的话是比较难的 那第三个就讲伙伴的话 除了转发总部的一些内容之外 怎么样去自己去申请一些账号 然后更好地去复用我们的一个内容 这里就讲到伙伴的一个内容营销的话 怎么去做一个持续的一个升级 那首先我们先坚持做好三个圈的一个内容 其实这三个圈的一个内容的话 就是说也会跟我们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哪些是用户更关注的一些内容 它是保持一致的 而且也会涉及到你后续你账号的一个内容运营 它其实大概分成三类 第一类的话是可以帮助伙伴去获得线索的一些 偏物料型的一些内容 就是说能对客户产生实际帮助的产品实操啊 产品价值啊 解决方案啊 包括客观类等等 那另外一种的话是说 你可以实现像你的社群呀 或者是你账号实现涨本的一些内容 这种的话是会偏这种时效性的 比方说包括一些比较有利益点的 偏勾字型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你的产品促销 还有一些财税的一些热点 政策的一些热点 还有一些干货 甚至呢 还有一些职场段子等等这种内容 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 实现比较好的一个 引流和涨本的一个效果的 那第三个的话 是说能够帮你增强品牌知名度的一些内容 那伙伴的话 这种的话是可以去选择性的去转发 比方说金蝶获得了一些什么权威的一个背书啊 或是金蝶跟哪些生态伙伴 有一些重磅的一个合作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客户觉得 我们代理的产品和公司 它是相对比较有实力的 那右边这个的话 是建议伙伴的话 优先去做好 微信生态的三个号的一个组合权 那目前的话 也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订阅号 包括服务号 还有视频号 它们三个的话 其实不同的一个定位 包括优劣室 首先来讲订阅号的话 因为它每天的话 是可以推送一次的 所以呢 会比较适合去传递一些热点和资讯 但是它的缺点的话 是说在公众号里面订阅号的消息 它会被折叠的 然后微信是不会主动提醒你的 你要点开之后 才能去看到具体的一个内容 那服务号的话 相对会比这一点好一些 但是服务号的缺点的话 是它每个月只能推送四次的一个内容 如果你这个月 没有做好一个发布评测的规划的话 早早把它用完的话 可能你后面就会面临没有内容 没有次数可发的一个窘境 它的好处的话 是说它会跟我们微信聊天消息一样 是不会被折叠的 微信会有提醒 而且服务号认证之后的话 是支持开通微信商城的 它可以支持微信支付 然后可能呢 就是说在微信的这个服务号里面 就可以实现一亿个小的一个闭环了 而且它也可以支持多个客服 去承接客户的一个咨询 那视频号的话也是现在整个腾讯 大力扶持的一个媒体平台 在很多个地方都有给它很多的一个流量入口 可以说是汇聚了一个公寓的 也有包括社群呀 或其微朋友圈等等的一个私域流量 它是可以打通整个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其微还有朋友圈等等 各个入口的一个媒体 那目前视频号的话也在慢慢的朝这个带货直播 这方面去做一些探索 目前的话也是可以支持 在直播间去带货的 然后也支持微信小商店的一个跳转 然后同时如果你的视频号在开展直播的话 你打开微信的话 它可以在订阅号啊 包括朋友圈 然后还有发现那里都会去有一些置顶 可以给到一些额外明显的一些标记 包括一些流量进来 那整个内容营销的一个趋势的话 其实未来都是以视频化为主的 包括图片化 那可能内容的话会更偏一些文章的这种文字型的 它可能会更偏深度的一个解读 那视频包括图片的话会更偏深度 这个不是碎片化一点 然后及时性的一个内容 可能会比较适合不同的一个形式 PPT化的话其实是说主要是讲一个干货 而且就整个版式会更友好一点 整体可能就是说未来的趋势是说 用户会更喜欢图片加文字 将视频相结合的整个的一个这种阅读体验 那我们还是建议伙伴的话是说 先做好订阅号服务好视频号的 这三个号的一个内容的协同 那第一个讲到这个视频化的整个投入 这个重要性已经不再拒述了 因为也可以获得一些这种平台的一些生态流量的一个扶持 那我们先如何 如果我想去做一个视频的内容的话 我先要去申请一个抖屏号或是视频号 那命名方面的话我们有三个建议 大概分成这三种吧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官方号 我们会建议可能是用伙伴的一个公司名称去注册 那字数的话不要太长 因为可能会不太好记 那第二个的话是引流号 引流号的话它会更偏垂直一点 比方说柴税的号或是一些职场段子 这个引流号的话就是说它会通过一些大量的热点的一个内容 然后快速实现一些涨粉 然后顺带的会给你的产品有一些曝光等等 那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伙伴在这种柴税号里面 会去讲当地的一些美食啊 或者是风涂人情 这种内容的话可能不会对销售直接带来很好的一个帮助 但是可能能让一些收到你这个消息 或者是朋友圈里面看到你这个内容的话 然后觉得这个账号很有意思 然后我关注一下 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有惊喜的一个内容 它可以实现一些涨粉的一个目标 那第三个就是说个人号 就是说我不去做认证 但是呢我也先申请这个号 就是说老板或者是个人 他自己去做一些这个号 这个号的话可能它不是那么官方 也不是那么专业 但是它比较好的就是说 如果客户看了我这个视频 直接有私信我 因为我的手机的话可能不是工作手机 其实我个人手机那我可以直接看到 实时的收到一些客户的一些咨询 然后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它 那其实我们是比较建议 有能力的伙伴呢 就是说可能三种方式的账号都可以去做 可以做一个比较小的矩阵 那如果精力实在有限的话 可以先做一个官方号 或者是一个财税的以流号 那如果我们申请的这个账号之后的话 我的内容怎么来呢 其实呢我们是建议大概也是有两种吧 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少部分自己原创 因为这个原创的话 其实现在像剪音啊等等 这种工具的话也是比较傻瓜 比较简单的 可能我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图片素材 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小的 可能质量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视频 但是呢我可以保证 我这个账号的一个内容的发布评测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大部分的去复用 总部的一个视频的素材 还有一些网络的一些图片啊 包括表情包等等都可以拿来用 但是呢可能我们的这种 配的一些文字啊 包括字幕 可能是需要伙伴自己稍微花心思 去做一些再加工的 因为我们上面的图也可以看到 有这个形象的伙伴的话 他们是自己有拍摄制作的一个能力的 包括前面提到的祥顺啊等等一些伙伴 他们有有专门的人员的出镜 包括可能也有去做后期的一些同事 这个的话可能有一些伙伴 他不具备这种能力 那另外呢我们就会建议像湖南孟迪这种 他是用了总部的一个 呃云会计的这样一个原素材 但是呢他的一个整个声音 包括一些字幕都做了一些再加工 那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我也在这里附上了我们目前星辰视频号 基本上所有的短视频的素材 都可以在云盘里面去下载 伙伴的话都可以下载下来 再做一个再加工 然后再发布到自己的自己的账号里面呢 那这里也提一点小小的建议 因为像这种视频平台的话 它本身的初衷的话都是鼓励创作者去生产更多优质的一个内容的 那我们这种去服用总部内容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懒的一个方式 也是平台鼓励的 那如果就是说发布的一个时间特别近的话 可能会被限流 或者是会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流量倾斜 那我们是建议我们可以跟总部的一些视频号发布 可以相隔一段时间 那同时的话如果采用网络素材的话 也是可以尽量选一些被大家都用过的表情包呀 包括一些图片等等 可以减少一些被投诉侵权的可能 那第三个的话是说 我做了视频号的话 我怎么样能快速让它涨粉 或者是快速给它引流呢 其实是有一些办法的 因为目前的视频号的话 是和公众号基本上是强绑定的 你基本上可能申请了公众号之后 再申请视频号 都不需要再额外的去提交一些资料 可以就可以快速的通过审批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里面 多插入视频号的一个视频 这样的话也可以去多增加一些读者的一个关注 那另外的话 视频号下面的话 也可以去关联跟这个视频内容相关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 可以实现一个相互一流的一个效果 那开设视频号的话 除了我们日常去发布一些视频内容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的话 我们可以接住视频号这个平台 去开展自己的一个直播 那这里伙伴就会说 我没有直播的一个内容 我从哪里去拿来用呢 其实我们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话 大概是做了97一些精品的柴税的一个课程 我们总部的话也已经在 定例包括视频号的平台 就陆续去做了 这些内容的话 可能是里面会包含一些财务人群比较感兴趣的 净粹四期啊 包括两会的一些最新财税的一些解读 那伙伴的话可以先下载这些内容 然后来酌情的去安排自己这视频号的一个直播时间 因为我们目前这些内容的话相对还比较优质 那至少在定例平台的一个在线观看量都是比较可观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岁末年初年前这场的话 是峰值可以达到26万的一个在线观看 而且也可以单场的一个商机的引流的话 可以增加单天的一个50%的一个效果 说明还是能够带来一些潜在客户的一些商机的 那我拿到这些视频素材之后的话 伙伴的话可以在自己的视频号开展一个这种微直播 那之前的话像金纳维的伙伴的话 已经开始去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尝试 这里也附上了我们所有直播课程的一个下载地址 伙伴也可以直接去下载 那就是说我做直播的过程中的话 其实说我不只说想去通过直播 又获取一些功率的一个流量 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变现和带货的一些可能的 因为目前的话视频号的一个直播间的话 是可以直接在直播的过程中 关联销售的一个起位名片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客户他在听直播的过程中的话 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的销售 销售添加了客户的一个微信之后呢 也可以引导他去进入具体的一个社群 然后防止客户的一个流失 通过社群后续再进行一个需求的一个孵化 那同时的话除了推送名片之外呢 也可以推送这个商品的一个链接 包括下一场直播的一个预告 还有一些具体相关的一些公众号的文章等等这种 但是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的话 只能推送这上面讲到的只能推送一种 你可以推送完之后插掉它 然后再推送一下 或者是持续只推送一个可推送的一些素材 对它不能就一下推送这么多 那前面讲到的这么多图片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现在无论是朋友圈呀 包括一些视频 一些社群 大家会对图片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 可能会要远大于一个文字 因为比较好的图片的话 可能会更能吸引到一个受众的注意 那目前的话我们做的这么多类型的一些图片的话 也是也是全部开放给的伙伴的 伙伴的话可以 第一种的话可以直接在云盘的话 来去下载我们的一些营销海报 第二种的话是可以登陆云管家 这个入口 然后来生成带有伙伴的专属信息的一个海报 就像我附的第一张图等等 那就是说后续的话 我们也在计划在未来两个月之内 可能会推出新的一个小程序 把现在这个云管家里面 新陈有关的一些营销素材 比方说海报 包括产品海报 然后案例等等 还有一些柴税课程 直接放到这个新的小程序里面 然后伙伴直接转发就可以 可以也是直接带伙伴的一些专属信息的 那第三个的话是目前集团的话 在大力推行知识管理平台 那里面有一个模块的话 叫品牌与市场的一个文档库 这个也是对于全国的伙伴 是有权限去下载的 目前我们后续所有的一个物料的话 也是会放到这个路径里面去 伙伴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工作文档库去下载 因为可能后续的话 集团不让把我们的一些海报 放到云盘里的 就是说可能统一都放到这个文档库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PPT化的话 其实前面也讲到了 可能目前我们生产这个干货 包括白皮书啊 资讯类的一个内容还比较差 那我们就是说怎么样 给客户更好的一个阅读体验的话 就是说我去做好一些合理的一个排版 让它的一个阅读性更好 这边贴了一个 杭州叠润的一张图片 像这家伙伴的话 它其实整个的一个内容的发布评测 包括转发总部的这个素材 都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它的这个图片的话 就是没有很好的去用好 一个整个微信的一个封面图 就是全部是用了这个 叠润整个公司的一张图片 这个就是整个观感的话 会相对会差一些 也是说 有些伙伴的话 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整个的一个图片的一个版式 可能去 百度去搜索一张合适的一个图片 或是去充值一个图片网站的一个会员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大量的一些素材 可以给我们来用了 那同时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内文里面的话 就是说注意一下配色 尽量不要用到一些净品色 或者是一些太花的一些颜色 然后更多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图文和视频一起相结合 那就是说公众号这块的话 也是伙伴的话就是说尽量就是说通过去复用总部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也可以转载一些权威媒体的一些内容 像这种有国家权威媒体去做解读的政策的这种的话 是可以直接来用的 也是用户比较关注的 这两点的话 就是说会解决一部分伙伴 他在做公众号的时候 觉得可能我人手不够啊 有一些人员的一些交接 或是我没有内容产出的能力 然后不至于把这个公众号的一些内容发布品次突然给断掉 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给用户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观感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然后持续的给到用户一些内容 然后这里的话就推荐两个工具 一个叫一般助手 一个叫一媒助手 一般助手的话 它是一个就是新媒体运营的人员的话 一个很好的一个帮手 它主要的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可以支持 采集全网的一个公众号图文 这里面我也看了一下 它其实可以分成标准版和企业版 如果我们整个伙伴公司的人员没有那么多的话 完全可以用它的一个标准版的 就是相对于免费的一个版本就够用了 这里面的采集素材的一个功能的话 就是说我点击进入它后台采集素材 输入我想要去采集的这篇公众号文章的一个标题 它就可以快速的抓取到 这篇公众号文章的一个图文的素材 包括版式都可以帮你一键抓取 那你可以自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稍微的一个修改 然后加上伙伴自己的一些信息就可以进行发布了 非常的方便 但是前期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篇文章的一个链接 还有就是可能平常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些 你认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公众号 可能就是说如果在我暂时没有原创能力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我通过抓取素材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就能生产出一篇还比较不错的 可以去发布的一个素材了 那同时的话一般助手里面的话还有很多 我们常用到一些网络表情包 包括一些配图等等 它里面也是内置的有一些素材的 这一部分的话也是可以去复用的 包括这个整个公众号的一个排版等等 因为现在排版工具也是蛮多的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探索一下 可能用这个一个工具的话能帮你解决掉一部分的一些问题 那一枚助手的话是说会帮助有一些多账号的伙伴的话 我比方说我做了一个视频 但是呢我可能在很多视频平台去开设了一个账号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登陆到每个视频后台 每个视频平台的一个后台 然后去发布这个视频 然后配上转发语呀一些封面呀等等 那现在用了这个工具的话呢 它是可以支持我的视频素材 包括文章素材在后台编辑好 我可以一键发布到可能20多个文章的一个平台 和30多个视频的一个平台 可以一键发布的全部提前配置好 然后不需要排队的 是比较适合这种运营了多个号 然后我呢也重点运营了 可能比方说就是微信号啊 包括视频号 然后我其他的小核书啊抖音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视频的西瓜呀等等 这些账号我也有注册 但是呢我又不想就每个号都登录一边去发 你就可以去借助这个助手 它也有个人版的一些相对免费的 可以去用的一些功能 然后可以帮你快速的去实现 同一个素材多品牌分发的一个效果 这两个工具呢都可以比较大大的去提升我们去做 整个新媒体账号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效率 那前面讲到了这么多 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先有意识的去转发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其次呢先去做一些基础的一些账号的一个搭建和运营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前期的一些基础内容做好的话 我还想更进一步的把我这个号运营的相对的质量高一些 我们也是说有一些业界的一些比较优质的标杆 也是可以值得借鉴的 那总的话我们整个内容营销的话 其实是说怎么样去做出更符合用户习惯的一个内容 其实说白了就是既有料就对它有帮助 但是呢另一方面又很有趣 让它愿意去转发 愿它愿意去阅读 那我们大致总结了也有大概四大块吧 第一个的关键点可能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生产更多的一个当货内容 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对一个职场充电 包括客户 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是一个信息冗余的一个媒体环境 这个账号太多了 然后媒体号太多了 你这个号如果不能长期带给我一个比较有用的东西的话 我可能很快就取关了 那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些切实的一些干货的一个内容给到客户 让它不取关掉你 这个就是我们也要持续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怎么样把一个比较枯燥的东西 比较刻板的一个东西讲的比较有意思 我们尤其是客户案例这种 可能很多客户案例应用的我们的方案呀 包括功能都是高度类似的 但是我怎么把这个内容更好的去传递给我的客户 这个就是说可能会用到一些讲故事的一个办法 其实讲故事的话这个也是人类从小到大的一个天性 因为可能比较小的小孩子他就比较喜欢讲故事 而且讲故事会更让整个的你的一个内容会更生动一些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伙伴的话有一些礼品呀 包括有一些库存 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个账号的这种充粉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同行包括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可能如果通过一场互动活动的话 可能是可以实现一个不错的涨粉效果 可能本身这个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好 甚至我只是发一个免费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种的一个标题 就会有很多人来用 因为很多人确实是好样毛的这种心理 但就是说如果他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互动和充粉的一个活动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概念会比较大了 就2B的一个内容 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些P&C的一些方法去借鉴 然后避免我们显得很高冷 然后很官方 然后很不知所云 那其实这个也是整个行业一直在探索的 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去站在用户的一个角度 把整个故事讲得更生动 比方说我去讲一个客户故事的话 我是通过这种调慢的一个方式 去讲一个榨菜的一个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从榨菜一开始到餐桌上面 然后其实它背后是 施耐德来讲整个福林榨菜的一个数字化转型的 也集团之前的话也会也讲了一个就是创业太苦 不如回家卖橙子这种 那我们希望这种不是偶然为之的 而是一个比较长期坚持下去的一个方向吧 因为尤其对于小 小微的客户来讲的话 小B其实也是大C 我们是可以去借鉴很多C端的一些玩法的 最后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视频号和公众号的一个二维码 也希望更多的伙伴的话 还没有关注的话 是尽量多多关注我们 然后看到有对你们有帮助的一个内容的话 也可以及时的一个获取 那以上的一个分享的话就结束了 因为今天的话也没有讲太多 谢谢大家